这个鲜水鸭一看就能改良了 好晚 咱打自由搏击教练 综合格斗 都可以 少林前 太极也行 太极我是个第十一代传人 咱想想做这个 这是一个问题 十一年 最后带过十八年有没有 鸭店一开那都给他吃 都给他一小几的 怎么知道是小店的 十一年 最小吃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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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最老是咋知道 你是在这给你住的 我也不在这住 我旁边带过来的 我这吃七八年了 他家啥好吃 鸭装 大的是这个 鲜水鸭 鲜水鸭 这个咸不腻 也蛮好吃的 这是南京那个品牌 但他这个做法可不是南京的做法 一样南京的是白白的 对 然后可能我们有时候吃惯 那有点腥 它这是带点酱色是吧 而且放这些辣椒油去炒的 那它比着南京的鲜水鸭 它这个咸度上我不知道哪 不是很小 因为它是汤的 汤汁多少 你要不蘸汤汁的话 肯定没那么咸 鸭肉本身不是很咸 主要还是靠这个汤汁出味的 而且它那个特色的是这个辣椒酱 非常好吃 倒点的都没有了 有时候来 它这规定还比今天十只鸭子 卖完的都没有了 对 这香亮 它香亮 卖完的 它那个鸭爪晚上经常都没有 鸭爪 用一年以上的鸭子做咸水鸭 肉质肥美 鲜维感足 有嚼透 趁年卤水反复吸收食物的香味 咸水鸭经过六七个小时录制 呈现出一种时间的地位 筋道咸香 再配上一勺浮香的蜜汁辣椒油 这盘咸水鸭谁看了不迷糊 咋想想做这个 最早练武术不是能不挣钱吗 然后这个你要吃饭呀 你不吃饭 然后你怎么能练动武术呢 开饭练挣钱是为了这个 生活 不能叫生活 你看你说这个就俗了 是为了支持自己的理想 这个咸水鸭是你们到哪去学的吗 这个手艺 是我们自己人做的 就是从头完完全全是 隔板板咸水鸭 鸭子鸭子鸭子隔板板都赖着 我是这里住的 您是这里住的 这是要的鸭板肠 鸭肠 你这吃的滋润呢 是不是一小瓶小酒 买点压货是吧 一吃 这都够了十来块钱一吃 这就是一盒 主食不吃了 看这下这个究竟性的味道 咸水鸭可以不正宗 但是一定要好吃 吃河南版咸水鸭 就得配河南的饭 手擀面和咸水鸭 看起来混搭 实际上互补 手擀面要先用擀面杖 压实面片 让面更筋道 再切成细条状 滚水煮熟出锅 放上精键 河南版的手擀面完美出锅 手工面最好吃 手工饺子手工面 就是配着饺子和面 饺子也是加上手工包的 对手工包的 如果大冲的 韭菜鸡蛋饭 都是河南的捞面 河南捞面配上河南版的咸水鸭 不见的是 必须是南京版的咸水鸭 因为每个地方到每个地方来的 可能都有所改字 他们家这打的招牌叫正宗咸水鸭 但是跟南京那个风味 一点关系都没有 自己家这研究的配方 算是郑州版的咸水鸭 他其实每份鸭子斩完之后 他会先浇点这骨鸭子的圆汤 入点味 但是他说这个味道已经完全入透 加点圆汤进去 让这个味道更丰富一些 然后再来点辣椒油 尝尝味怎么样 味道上也跟那边 确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南京那边 肉很嫩 肉很嫩 一丁点腥味都吃不到 这个味处理的非常好 而且他就是那种偏点五香味打的底 整个颜色呢看着就带点酱色 这鸭椒油在里面 真的这个功耗至少占能占到四成 没问题 哇 这鸭椒油吃什么都可以 老板说那一只鸭子就两颗鸭掌 所以说他们鸭掌是在他们家店里面量是最少的 真的是来晚就没有 这个鸭掌口感特别好 它本身是凉的 凉完之后它是鸭掌 因为上面基本上皮你知道吗 吃上去有韧劲还有脆度 吃完就是过不了肉眼 但是就是咱们的味 主食也没什么挑的 就是手擀面和手工饺子 饺子个头不算大 但里面给的馅给的还是挺多的 很饱满 非常加常的味道 吃饭是个不错的地儿